哈喽哈喽 大家好我是菌菌 昨天是929 然后菌菌也有去到 反送中撑香港的活动现场 很多朋友都为我捏了一把冷汗 还有网友说 菌菌我好怕你被打 可是你每次都化险为宜 所以让大家担心了 不好意思 可是我相信所有的朋友 都是非常的理性的 而且我们也真的很想要知道 不同的声音 然后听听看不同的意见 不过在现场的时候 在我手机 没有照到的范围当中 有一些朋友是对我比道赞的 然后也有一些朋友是用 很不友善的眼神 这样子看着我 那我当然也会有一点小紧张 不过我还是觉得 大家都是非常理性和平的好人 而且我们真的也 非常的关心香港 毕竟我们跟香港是 这么好的邻居 也是这么好的朋友 对香港的感情也非常的深 我们也都希望香港能够 早日回复到秩序 经济繁荣一片祥和 那我也相信很多朋友 应该也很好奇 香港人到底是 怎么看我们929的 称香港活动 现在就让大家来听一段 四个多月是香港的 一齐到连续绕 你们台湾人929 也都搞这个运动 你们真是帮香港人的吗 还是你们台湾有一些政党政客 为了选举 因为你们要选举的吗 不是吗 我根本就不相信台湾搞政治的人 如果你们有心帮香港 我建议你们两件事 第一 支持反送中的政客 直接来香港 加入实际的行动 直接和香港政府对抗 第二 台湾人要整一个军队 来保护香港人 这样我就相信你了 不是你们在这里联谎联谈的 其实现在有一些香港的朋友 开始非常的反感 某一些台湾的政客 不断的消费反送中 我们从昨天的游行 不但可以看到是一个政党的大集结 同时这个游行还开放捐赠 还开放捐款 所以到底是一个真的撑香港 希望香港人赶快恢复到平静秩序 安居乐业的生活 还是为了你的政党选票 还是为了你的募款呢 其实现在也有一些香港的朋友 开始越来越反感台湾某一些政客 一直消费反送中 所以刚刚我们在录音当中 也听得非常清楚 如果你真的挺香港 真的撑香港 麻烦自己买一张机票到香港 参加抗议 参加集会游行 一张机票非常便宜 五六千块就搞定了 不要只会躲在台湾 然后嘴上说说 说我撑香港 说我挺香港 实际上做的行为 就是一个政党的集会 就是一个政党希望吸引选票的一个方式 还开放捐赠 像我们之前的翻白眼的议员 在网路上非常义愤填膺的 要为香港募集物资 结果呢 自己后来跑到美国去了 他没有去香港 所以台湾人不要再只出一张嘴了 因为香港的朋友 渐渐的也都看得清楚 你们只是在消费香港的反送中 消费香港的流血事件 然后为自己补血而已 另外在语音里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位先生还提到了 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蔡英文 你真的这么挺我们香港的话 就出兵保护香港 不要只是嘴上说一说而已 躲在这边连黄之风都不接见 台湾之后的经济将会越来越困难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整理出来一些 比较知名的民店的倒闭潮 这边所说的结束营业潮 还不包括一些中小企业 咖啡厅 小吃店 饮料店 摊商 夜市 等等 像是这一些老店的倒闭 或是国外的企业撤出台湾 对我们全台湾人的影响 都是非常非常的大 不但是商圈的萧条 失业率会增加 另外老店的倒闭 代表文化的传承是断掉了 另外还有国外的企业撤出台湾 那我们要怎么和世界接轨 我们要怎么和国际接轨 这对我们全台湾人 是一个严重的创业的信心的打击 台湾的经济会越来越困难 我们的生存空间会被越来越打压挤压 在这边我们还是非常的希望 政府能够拿出一些有效的措施 不要整天只是呛中共 跟人家吵架 这样子对我们台湾的经济 一点帮助都没有 硬是要跟中共呛的结果就是 我们的RCEP进不去 以后人家的关税都会非常的低 甚至是没有 除了台湾 那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 还有邦交国一个一个断 我们如果要寻求国际社会上的支持 以及认同 我们就必须要把邦交国顾好 虽然说台湾最近断交了两个国家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好消息传出来 就是台湾在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上面 有11个我们的邦交国 声援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 那虽然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但是另外一下好消息 是台湾驻纽约办事处的处长 徐立文 受邀进联合国 这个所谓的外交突破 花了我们100万美金啊 而且更可爱的是哦 报纸写说我们受邀进联合国 这只是美国借了联合国大会的场地 举办了一场全球呼吁保护宗教自由的活动 而川普在上面演说 整场活动和联合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觉得台湾现在要跟中共对抗的方法 是不是想要笑死对方啊 现在再让大家来看一段 多么令台湾人心痛的视频 你看台湾它这么多年 跟大陆军事发展差了很多呀 但是台湾也没有说生活过不下去呀 但是我们打车啊 跟一些司机聊天呀 司机都觉得这两年发生很差呀 你说我们的吗 对呀 这本地的司机呀 但还是有饭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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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饭吃啊 因为这一句话上了媒体的版面 可是我不是在说这一位网红回的不好 因为老实讲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回答什么 对方说的是一个事实 是一个令我们难堪又难过的事实 那为什么不能努力 我们往台湾自己的方向去走 你自己的方向 你发展阿多年发展那么差 还努力啥呀 你看你阿多年发展多差 你去大陆看 看了实在是不胜唏嘘啊 中华民国 我们的国家 台湾 我们热爱的这片土地 可不可以不要被人家看扁成这样 可不可以不要被人家笑死 少一点作秀 少一点口水 多一些好的政绩 多关心人民 少一点意识形态 最后在这边也要呼吁所有的好朋友 热爱中华民国 热爱台湾这片土地的朋友们 我们10月10号一起到高雄参加 升旗典礼 我们找回对这一块土地的认同 找回对国家的认同 大家同心协力 一条心 好好的为我们台湾的未来 为中华民国的未来 为我们的经济 为我们的下一代 一起打拼 加油 加油